你 白天的事 我向你道歉 你说得很对 这一切 都是由我引起的 我没有资格责怪你 无故把你卷进来 我现在后悔了 你 后悔认识我了 对 我后悔了 当初你的血救了我 作为回报 我也救了你 我们本应该两步相牵才对 是我一心想着报仇 让你也卷入到危险之中 不过现在事已至此 我会好好地保护你的 但是记住 在任何我看不到你的地方 你一定要学会自保 如果遇到危险 一定要坚持等到我来救你 你的战友愈有发作了 你错了 你错了 不是单纯的战友愈 是爱 你说得没错 战友愈和爱的感觉是很相似 我也曾怀疑过我对你的感情是战友愈 但现在我确定 不是战友愈 是爱 虽然我嘴上老抱怨你 也真的很害怕 但 但我为你做的一切 我从来都没有嫌弃过 没委屈过 都是心甘情愿的 而且刚才也听你说了 而且刚才也听你说了 你后悔连累我 想保护我的话 让我觉得现在为你去死 我的韩啸九泉 是 我对你是有战友愈 但我也愿意牺牲 愿意奉献 这就不是爱了吗 你好 说什么 净植 你清醒吗 怕什么 我还能吃了你啊 薛妖怪 你真是太不了解 现在的女人了 现在的女人 也比你想象中要现实得多 像这种没有未来 没有结果的感情 我这种聪明智慧的女人 是不会要的 除了这张脸 除了有钱 其他的 都不符合我的要求 我又是一个很挑剔的人 只要有一点不满足我 我都完全不会要的呢 懂不 你说你爱我 但是我不符合你的标准 冰狗 就像你只能想用果汁一样 无论果肉再好 他从一开始就出去了 能从一开始出去最好不过 因为我 不可能爱上正常的女人 也没有找人共度余生的打算 你能 你能 从我的腿上下去吧 没酒量就不要喝 喝那么多干嘛 欢迎 啊 啊 宇宙第一美 拯救自信的时刻到了 回来了 爸妈都还好吗 都挺好的 只有我爸在家 我妈出去喝下午茶了 干嘛关了 一会儿就打结局了 你就没有觉得我今天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穿着可是你给我挑的性感蕾丝内衣 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吗 我挑的 当然是你挑的 还有一整项的病 不过一共有两件 要不然我再去给你换另外一件试试 不用了 应该都一样 我还要看大结局呢 你就没有什么其他的 要说吗 我想起来了 确实是我记过去的 看来你已经知道我当时为了留下来 用了一点小计策 小计策 就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没有 薛小官 我觉得我们需要谈一谈 谈什么 什么 我可是公认的宅男女神 你刚才的反应 让我非常没有面子 宅男女神 看来可信度不怎么高啊 什么意思 我在棺材里躺了一百多年 都没有出来过 论资历 我是宅男鼻祖 论翟玲 我是百年宅男 可你刚刚那个样子 完全没有任何地方 能够吸引到我 只会 让我觉得很低俗